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两个开源项目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就是我们第一个开源项目的界面的样式 那么这个项目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基于AI技术将这个视频中的印字幕去除的软件 这个从表面上看的话它是用来去除字幕的 但实际上呢它是用来去除随印的 大家也知道这个字幕跟随印没什么区别 都是一回事 那么它这个去除效果呢看着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工具怎么去使用 那么这边来把它点进来 这边和启动程序 放击启动 这边稍等一下 它这个项目呢只能这个N卡的用户使用 如果是A卡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因为它没有CPU模式 这个我们这个界面就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边呢它有一些相应的提示 无论是大家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那么它需要一点实际 它这边提示我们第一次的话需要部署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去耐心等待一下 那么这个软件启动之后的是这样 那么我们来使用 先来找一个视频 这边有个open 打开找到你的视频工具 好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 那么我们来播放一下 大家看 这边呢是有一个字幕 当然你说水印也可以 这个没什么区别 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框框 把它框到你这个字幕出现的地方 或者是水印出现的地方 那么这个怎么调节呢 通过这边的几个选项来调节 那么这个是控制上下 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这个呢其实是宽度 这个控制高度 那么这个呢 然后来调整这个 然后这边也是啊 大家只要稍微尝试一下 应该就会了啊 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 我们来调整一下 基本上这样差不多 应该是够用了 看一下 好没问题啊 只要你把这个字幕全部框进来就行了 好然后我们直接点run 来启动 这边它会自动给我们去除这个字幕 或者是水印 我们稍等一下 好它这边就跑完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画面呢变成了两个 左边是原画面 右边是去除之后的画面 那么最终这个视频放到什么地方呢 视频到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可以来找一下你机器长的位置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地址 我们打开这个相应的文件夹 然后找到这个去除字幕之后的这个视频 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字幕呢 已经完全去除掉了 去除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光是上面的特效 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再来找一个视频来去除水印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 好我们就用这个视频 这边有个水印 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短的一个片段 然后呢我们还是 同样拖这个框框 调整到这个水印的位置 好 这样我们把这个调到适当的位置 然后点这个运行 这边我们稍等一下 这边跑完了 大家看这是他给我们的地址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水印是吧 已经被去除掉了 去除效果是非常的棒的 那么这个工具呢 其实非常的有用 不管是大家想用来去除什么 字幕啦 水印啦 等等之类的 应该都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这个大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我们来看第二个软件 关掉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工具呢 是这个一个大模型 这个大模型呢 它可以用来识别图像 甚至来做一些跟图像相关的一些事情 这个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边呢 它给了我们一些地址 这边是它的模型 分了这么四种模型 因为这个体积太大的缘故呢 所以我这边包里面呢 我给大家带的是这个 是这个第二个这个模型 因为它相对小一些 所以我就打到亚述包里了 如果大家想用效果更好的话 那么你可以下载下面这一个 这个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这个大家需要自己下载 那么怎么下呢 这个后面的地址 我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打开这个地址之后呢 然后点这边进来 那么这个下面的是它的一些模型 大家看这个模型就比较大 这个4.98G 然后有三个模型 这个是需要下载的 包括这些文件 全部都需要下载的 就是这边的所有文件 大家都要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呢 你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边有个 招门放模型的文件夹 大家把这里面的东西删掉 然后把这里面的东西呢 把它全部替换进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新的模型了 那么我们这边看 还打开了没有 还没有 它得稍等一下 这边出现了一个地址 大家把这个地址打开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的使用界面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使用 这个下面有一些实例 这个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是一张图片 上面的一个人 然后前面有个镜子 镜子里面还有一个人 那么这边呢 他问说是这个图片里有几个人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能不能回答正确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另外一个呢 他是在出现的镜子里 那么这边他回答 我们说只有一个人 他这个图片的识别 这种能力啊 确实是非常强的 然后我们来拿一些自己的图片 来做演示 那么这个呢 我们点这个 把它变成这个新的对话 随便找一个就想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直接用这个中文跟他聊天 那么他回我们的也是中文 那么我们让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图片 我们让他告诉我们说图片上的内容是什么 来看一下 那么他给了我们一些描述 大家看一下这个描述 一位年轻女子 棕色的头发和刘海 白色背心 背景是这个 绿与冲冲 然后他给我们明确的说了 这个图片的背景是一个宁静的公园环境 树木会草地的绿色 那么其实这个呢 基本上这个描述的是正确的 描述出来这张图片的一些内容 这个是基本上是对的 我们可以让他提炼一下关键词 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年轻女子 中色的头发和刘海 白色背心 工业环境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提炼的这些关键词 然后通过其他的规划工具 去绘制一张这个相关的图片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好我们再来找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 看一下还有什么图片 这个吧 一张游戏画面的截图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还是问他同样的问题 大家看到这边回复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没关系 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创建一个新的对话 好我们再来问他一次 这个我给我们描述了这个画面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游戏中的场景 背景是森林 有三个角色正在移动 这边确实有三个角色 然后呢 带着头盔和盾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是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头盔盾牌 它可能指的是这个 基本上是对的 背景中有一个木质的结构和石塔 木质的结构石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它这个对图片的识别能力确实是非常强悍了 那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它这个工具除了识别图片方面特别强之外呢 其实它还是一个正常的语言聊天的这种模型啊 我们可以跟它聊天 比如说我们的你好 这个还是跟图像相关是吧 这也是它的一些问题 小问题 重新来跑一下 你好 那么它还是就跟正常的一种聊天模型一样 它可以回答你相关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这边给一个实例啊 比如说这个 它问说这个APP是什么东西 问一下 它会告诉我们它是跟什么东西相关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边有这种 这个 那么它这边的问题是根据这张图片去创作一首歌 这个我之前试了一下 这个歌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现在没有反应呢 大家看到这边卡住了 没有反应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 就是这些比较高级的这些图片的功能 根据图片延伸出来更多功能 那么它需要的是这种7B这种模型 因为我现在的模型是1.3B的 所以说它这些比较高级一些的功能 它就没有办法去运行 直接卡住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体验这种更高级一些功能的话 那么需要下载这个7B的模型才可以 就给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两个开源项目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下来体验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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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